所以他掌的這個冬粉甩出去之後 能夠不衝出去吃鹽酥雞 是非常難得的 算沒有意志力的 不是 因為甩出去他還得清理 所以他真的沒辦法有後續 可是誰講再吃冬粉 甩出去之後就趕快吃別的 而且他剛好罵 你搬在外面也只有賣冬粉的 不是他的鹽酥雞 而且這道理 譬如說剪了十幾二十公斤 就覺得讓自己放個假 所以就會想要大吃一頓 沒有 那個時候就在身邊的人 都在吃鹽酥雞 在吃冰淇淋 我還是告訴自己說不行 那個味道飄灌你沒辦法忍得住嗎 炸雞耶 炸雞那個香氣 完全就是無動於衷 無動於衷 對 就看自己的照片才說算了 再繼續又要變成以前的樣子 所以你覺得最可怕的食物 就是鹽酥雞嗎 還有珍珠奶茶的奶昔 這兩個併在一起 我覺得麻辣鍋也很可怕 麻辣鍋吃完第二天吃 最少兩公斤 而且麻辣鍋吃完深一點湯 然後把白飯弄進去攪一攪 那個最可怕的 白衣 天咬咬好吃的東西 對 你今天有點瘦身 對不起 我有個問題想問她 請問妳瘦下來以後 妳怎麼維持自己 現在這樣的體重 吃東西都還是會克制 我都是算熱量 那妳有沒有運動 有 還是有在運動 所以說妳現在有吃到 妳想要吃的東西了嗎 還是有耶 就是吃的量比較少 鹹酥雞還會造成 我為什麼問她這個問題 就是提供給我們的觀眾就是說 如果... 節目給我主持好不好 沒有 會瘦下來 要維持那個瘦下來體重 一定要增加運動量 這個很重要 對 很重要 一熊...你現在可以吃... 你現在還可以出去吃鹽酥雞這些嗎 會 我因為有一次就是 被隔壁這個爆料說 我都帶安全報去買鹽酥雞 然後我就非常不甘心 我就寫了一篇 減重如何吃鹽酥雞 所以請問如何健康的 吃鹽酥雞不會胖 有一個秘訣就是 不要吃那個蔬菜類的 就是千萬不要吃什麼 炸的蔬菜 炸高麗菜 炸四季豆 炸玉米 因為其實那東西非常含油 所以你都是吃進那些油分 在裡面 所以炸雞塊跟炸甜不辣 可以大吃特吃 其實炸雞塊是 雞肉是蛋白質 我想妳誤解還沒訓息 不是這個意思嗎 我可以叫你們猛吃耶 有一個重點就是 我限制我的粉絲 只能點70塊以內的鮮酥雞 量少啦 對 就是你要吃是可以 那如果炸雞塊炸甜不辣 然後搭配兩瓶啤酒 應該還OK吧 妳當然不信格 小莉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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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莉 韓國式的服裝 所以樂樂那個韓國式服裝 是妳用來符合體型的 還是是特殊場合 那時候剛好我去韓國玩 107公斤算是滿大型的耶 是啊 走路會被大腿摩擦到很痛 會 常常 因為我的褲子 常常一直在買新的 所以我都不願意再穿褲子 然後都穿裙子 當時妳幾歲 24歲 妳現在幾歲 25 一年喔 妳瘦那麼多 是 妳現在就可以出場 表示說妳在一年內完成了 妳要達到的目標 妳現在幾公斤 我現在67 那妳瘦了40公斤耶 妳沒有一期間 我大概只有胖1公斤吧 所以是健康減肥吧 對 我是健康減肥 完全沒有節食 也沒有吃任何的減肥藥 好 我們要看她了 好 請歡迎她 妳先...妳說妳現在60 67 對 差不多 她可以 還可以繼續努力 一年之內 對 一年之內 樂樂 我知道那個故事就是 妳在髮型屋 跟另外一個髮型設計師 吵架那一次 是她把妳罵到妳哭的那一次嗎 對 當初是因為 我忘記她罵了我什麼 但是我很難過 但是我跟她當初還沒有很熟 她就直接罵我死胖子死肥子 隔了兩個小時之後 我就離職了 對 那麼帥 對 但是過了三個月過後 但是這期間 我還是有在減肥 因為我這邊客戶量比較多 所以我又回來這間公司工作 妳說瘦了之後 又回去那個公司工作 是 對啊 積極的減肥 是因為那個同事 罵妳死胖子嗎 這是其中之一 是因為她比妳還要怕 然後她罵妳死胖子 她是瘦子 男生 女生 女生 所以客人有曾經因為妳的體型 而覺得讓妳做髮型 他們有意見嗎 男生通常比較會 很明顯 而且因為樂樂的生氣 他如果幫男生吹頭髮 一定很容易碰到一些有的沒有的 到現在剪頭髮剪前面 那個胸部會不小心碰到 對 我不小心碰到 應該會更多人點妳才對啊 現在是 現在 對 邱怡健的人格很... 起伏 起伏很巨量 我去看牙科 那個牙科診所的護士幫我洗牙 他幹什麼的時候 他都胸部頂著我的 你確定你這個故事要講 你現在怎麼那麼笨蛋 我覺得你怎麼享受啊 一片瘦 一片瘦以後回去那些客... 就妳有感覺客人量增加嗎還是 有增加太多了 真的 是 所以體型真的會影響妳的專業表現 有一部分真的是 那妳現在還想要繼續再瘦嗎 我其實到目前為止 我還在持續當中 我還沒有中斷 OK 妳想要到什麼程度 大概像收到貝果那樣吧 對 我覺得像貝果這樣子 對 它40公斤耶 目標是這樣子 大概50就可以了 好 歡迎妳喔 請坐 謝謝 我們有一個男生191公分 照片中的妳是學生嗎 對 那120公斤大191升高 不是還OK嗎 運動員的身材 所以為什麼要變瘦啊 因為就是我覺得我減肥的動機 還滿妙的 就是有 今年前吧 某一天 我跟我媽媽去一間公廟 然後裡面有師姐 那因為師姐它可以感應到 就是說另外一個世界的一個事物 這樣子 那因為我外公已經過世很久了 那當時我外公就是說 有轉述一些事情 請那個師姐跟我們說 一些家裡的事情之類的 那他有提到我跟我弟弟 因為當時我們兩個都是很胖 然後他提到說 因為胖的人的話 對膝蓋好像比較有負擔 所以說希望我們可以減肥這樣子 以避免說以後可能膝蓋會有問題 這還需要動用到師姐跟你說嗎 這不是嘗試嗎 而且阿公… 阿公只有師姐力量來到這 應該有更多事情要交代 對… 你真的看廣告 你真的看廣告 我會鼓勵這樣 可能師姐本人用眼睛 看就就可以這樣 這應該跟阿公很混吧 阿公公跟他講 阿公你的意思是 你是處於孝心才撿的嗎 基本上我是處於半信半疑這樣子 因為想說 體重已經達到人生的高峰 應該走下坡了 那你那時候談戀愛有順嗎 我當時沒有談戀愛 從來沒有戀愛過 對 當時沒有 所以你也是瘦下來之後 才開始有交往對象了嗎 對 所以你花了多少時間變瘦 前前後後花了大概兩年 兩年喔 對 那我們看一下成果如何吧 好 歡迎阿公 來吧